上午10点 四者姐姐到高分院聆听民事二审宣判 法官为时一审判决 被告得赔1068万 言信女子没有出庭 但她透过律师和妈妈不断喊穷 说还不出钱 这你们的万两人了 我们也没钱好赔 这就是红罐而已 他们如果能够实质的拿出赔偿 不管是多少金额 至少要先实际拿出来 四者姐姐说也不想把对方逼到绝境 认为宣判结果只是个数字 他们要的是对方真心悔过重新做人 钱怎么还 她说只要对方有心不会为难她 她真正的要去做点什么 来代表说她真的错了 悔过了这样子 不管是实际的赔偿 或者是她有公益上的任何贡献 或是回馈社会 或者是她在狱中里面的各种的良好行为 我认为这些都叫做具体的行为 前年11月在金钱豹酒店上班的36岁严姓女子 酒驾撞死32岁台中烘焙师 第一时间她还恶劣的肇事逃逸 谎称自己不是驾驶 她是酒驾累犯却不知悔改 结果害死烘焙师无辜生命 刑事二审时被判9年半定验 民事部分一审判赔1068万 严姓女子还不服上诉 现在维持原判 家属说不论她还不还的出来 都希望她能有具体作为 真心忏悔 记者廉家性轮质疑 SNG小组台中报道